这集我们教授大家如何进行分区的处理和卷头发的技巧 今次我们会教授大家后半部 我们首先将我们的马尾部分一分为二 将左边的地方卷起 卷起之后我们就可以用U-pin进行做固定 先并住我们第一个地方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头发一路领转 围住我们的旁边转圈 再用上我们的U-pin再进行第二次的固定 因为我们稍后还要做抽丝的处理 所以用U-pin固定就可以了 正如的头发我们可以将它一起扭起 再往左边的方向收在我们计的底部 越少的头发发量我们尽量收在底部 再次用上我们的U-pin将我们的头发进行固定 发量较为多的我们可以每一部分 各用上一个U-pin进行固定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抽丝的处理 抽丝的时候尽量注意不要弄散底部 每一个方向我们都可以进行拉丝 因为刚才拧的发计的时候 360度都已经进行了处理 做出来的发计都会更加立体 而部分的地方我们可以插上U-pin 等到发计的轮廓感 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和突出 前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用直发的 轻轻做出一个弧度 等到我们可以修正绵形 耳朵旁我们可以做回C字形的卷法 增加整体的一致性 最后我们再噴上蓝色的定型噴霧 增加头发的黏性 减少头发的毛躁感 前面处为短的头发 我们可以用直发板 再进行一个C字唐发 加出一个弧度 再噴上我们的黑色定型噴霧 整体进行一个细致的调整 今次这个发型 最主要就是可以修飾面型 令整体的感觉可以提升 甚至做出一个动感 而不会变得好像杂断的发型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想看多些新的教学影片 记住follow和记住赞 再将这段影片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